大家早上好 欢迎收看沙巴新洲新闻 今天是10月19日星期四 先让我们关注今天的新闻头条 遭兵南邦花园住宅区管理公司 控诉以离谱理由 推唐他们的亚币水务局周三喊冤 澄清该住宅区的水工及水压问题 与水务局无关 亚币水务局一名不愿具名的官员 周三对新洲日报表示 他们相信住宅区内部水工管道问题 或才是近三周没水的主因 他说水务局在接到该住宅区的投诉后 已两次前往该处检查 证实水务局输送至该住宅区的主要输水管正常运作 衔接主输水管的六个平衡出水槽也全部水满 足以证明一切没有问题 官员表示 他不清楚该住宅区内部管道系统的运作 但周遭其他住宅区都没有水工问题 加上主输水管正常运作 相信问题因出自住宅区内部管道 他了解到该住宅区的两个高位蓄水槽 其中一个出现破损及漏水 不排除这才是该住宅区滴水压的问题来源 至于水被游客抢用了的说辞 该官员表示 他们当时与管理公司代表会面时 是讲解压壁的情况 而非针对冰南邦地区 况且供应至冰南邦的水供不受此事影响 另一方面 冰南邦花园住宅区管理公司也在昨日表示 他们早前虽无法找到造成水供问题的根源 但今早已发现水务局供水正常 高位蓄水槽也可向居民供水 管理公司表示 基于目前两个高蓄水槽只有一个可运作 水压依然不足 二楼及三楼的居民依然受饮 他们也争取在下周一完整修复工作 把焦点转向My Airlines My Airlines创办人兼大股东拿毒无患华 及其妻儿应涉嫌洗黑钱而被捕 在周三早上在增江扣留中心被延扣四天 并被警方带往五级安曼商业罪案调查部总部 接受进一步调查 据悉 吴焕华57岁 其妻子拿听梁艳丽55岁 及儿子吴思汉26岁 始于周二下午5030分 在沙亚南住家被警方逮捕 全国警察商业罪案调查部总监 拿督司理男力周三早接受本报访问时 证实警方昨晚逮捕了三人 并于今早在增江扣留中心 延扣三人四天住查 他指出 上述三人将协助警方在2001年防范洗黑钱 防范恐怖主义融资及非法活动收益法令下进行调查 另一方面 国盟主席丹斯李慕尤丁强调 他与正在面对财务困境的My Airlines毫无关系 并促请企图恶意破坏其名誉者立即停止肮脏廉价的政治手段 慕尤丁近日在脸书上发文告指出 他相信特定人士恶意指控他与这家公司有牵连 试图玷污他的名誉 并促请特定人士停止这种肮脏廉价的政治手段 他也强调 他与这家公司或任何公司股东没有任何直接关系 对该公司的背景也一无所知 同时该公司在2021年12月 获得有条件批准颁发航空服务执照时 他当时已不是我国首相